小妍也是重病孩子中的一员 但是她体会到了父母的变化 同时也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小妍出生在陕西榆林的一个小山村 爸爸在外打工 妈妈在家照看她 家里虽然也不富裕 但是父母各干各的 生活很是平静 谁知小妍四岁那年 被查出患有白血病 从此孩子的情绪变化有点大 而这孩子病了 外出打工的爸爸马上回到了家 让小妍妈妈感到欣慰的是 爸爸每天抢着照顾女儿小妍 小妍的妈妈惊喜地发现 从不愿意做家务活的爸爸 竟然开始下厨给她和女儿做饭 爸爸忙这忙那 小妍的妈妈很是感动 她也很受鼓舞 拿出家里所有的积蓄 带女儿来到了北京 小妍的父亲 因为要在家照顾老人 没能守在小妍和妈妈身边 但是小妍的爸爸 一直是这对母女的精神支柱 小妍的妈妈说 不管多难 她也要苦苦撑下去 因为她一直在爱与被爱中 内心充满了力量 小妍的妈妈起早贪黑 没日没夜地摆地摊 为了不让小妍爸爸操心 一个人扛下了所有的份 作为一个母亲吧 无论是我还是别人 我觉得她也不会去放弃 都会去拼 因为孩子是家的希望 孩子在家就在 希望就在 小妍的妈妈爸爸 更加对彼此 对孩子疼爱有加 她们内心的责任感 对家庭 对孩子的爱 对未来的希望 无疑给这个家庭 打了一针强心劲 妈妈带着小妍来到北京看病 她们的事也感动了很多人 最开始是身边的病友帮忙捐钱 接着社会上的好心人 也争着抢着为小妍捐款 幸运的是 在一些公益机构的帮助下 凑够了小妍的手术费 最终顺利完成了 不死提取 如今 小妍跟妈妈 租住在燕郊的一间小房子里 她说方便带女儿到北京看病 也可以经常帮助一些大病家庭 在生活上怎么省钱 为孩子看病 怎么样才不走弯路 尽自己的一份力吧 大努力我没有 你要说 那我拿多少钱来帮大家 我没有 我只能说尽我自己的手囊 然后来为大家做点事 小妍妈妈的爱心 让一家公益组织看住 公益组织在一些医院附近 成立了爱心小家 大家生活在一个 有爱的环境里面 苦涩的生活 有了一丝丝的人 家长也很不容易 孩子也很可怜 想着每年我们都要 为这些孩子做点事情 那些孩子也都送一些 就是作为企业来讲 就尽一些社会责任 小妍无疑是幸运的 因为她的病 父母变得更加团结 而且能够互相体谅 她的家也更有凝聚力 爱得更浓烈了 小妍的病情 现在逐渐在好转 为了回馈社会 报答那些好心人 她的妈妈 也投身到了公益事业当中 愿每一个家庭 都能够远离病痛 每一个家庭 都能平安幸福 晚餐 早安 早安